中奖了 祝福他 他有本事还骗我 算是他很厉害 希望对他有帮助 就是一种祝福 你了解吗 这就是我们的心态 你不要每件事情 我们不同的想法 不同你的过去 现在未来 我认为开心 就是一个很重要 心情好就是很重要的 不好或者是开心快乐 这个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吗 就是好像 不那么容易 他是一个常常 会让我们的很多的 心态 以及想法 以及观念 会让自己弄得不开心 不快乐 所以佛法就是教导我们 要慈悲心 慈悲心 要有菩提心 那这都是最终的目的是 为了让你开心跟快乐 如果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他即便可能生病的话 他应该也会保持快乐跟开心 他可能有办法 可以保持那个快乐的心情 即便他要灭临往生的话 他可能也是心情是好的一个 可以维持这个 心情好的一个 阶段 他可能有办法维持 保持这样 那么呢 佛经里面其实也是讲 离苦得乐嘛 是不是 得乐就是得到快乐的意思嘛 离苦就是要离开我们 不快乐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 愿力都是一致的 不管我们人也好 动物也好 海里的 那个动物也好 天上飞的也好 地上走的也好 其实都是寻快乐 这一点我们都是一样 所以呢 我们有时候啊 宗教里面的学习 常常都会偏向哪里呢 偏向一种习惯 习俗 传统啊 或者是规矩啊 我觉得这个 应该不是真正我们的 在宗教领域里面 应该去表达的真正的意义 不是这样的 表达的真正的意义是 为了离苦得乐而 所给我们参考的知识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离苦得乐 我们首先 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你的苦的定义是什么 你的乐快乐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理清楚的 那么基本上佛经里面的描述 是什么呢 得到快乐的话呢 就是分为两个嘛 一个是短暂此生 还没有断气之前的快乐 这个是一个阶段的快乐 一个阶段的快乐是 永恒超越轮回 我不用下辈子再来轮回的 这个快乐 就是快乐就是两个阶段而已 一个是这辈子你能拥有的快乐 一个是 不只是这辈子我下辈子都可以不用来轮回的快乐嘛 那苦也是两个层面 既然快乐是分为两个阶段的话 苦我们也要把它分为两个阶段 这辈子你从此刻开始啊 过去都已经过去了嘛 是不是 从此刻开始每分每秒到你没有断气 没有死亡的这个阶段的你会遇到的痛苦呢 是一个阶段的痛苦啊 过去都过了嘛 是不是 此刻开始到我们死亡 这个之间的痛苦是 其实很多是掌握在你的心态里面 掌握在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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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里面 那这个阶段受不受苦呢 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的 但另外一个苦呢 不但我这辈子苦 我把它这个苦我会带到下辈子 那这个我举个例子好吗 一个人欠我钱了 没有还给我 可能因为这个我就放不下 这辈子就放不下嘛 我放不下到断气了 我那个冤会还跟着我嘛 是不是 那这个冤会让我会到我三恶道 我不但这辈子我放不下这件事情 而让自己痛苦 我也把这个痛苦带到了下辈子 所以快乐跟痛苦真的是很妙的 就好像我们英国的那个种子一样知道吗 种瓜得瓜什么 种什么死得 种豆得豆 我们不是这样讲吗 真的是没有错 所以一个人的心态跟维持快乐的心情 是真的很重要 开心的心态 你心机重重的一个人 他永远快乐不起来 我们自己好好的想一想 这不是佛法 这是人类共有的 这个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一样 你们也有贪嗔痴 我也有贪嗔痴 一样是贪嗔痴 只是可能点不一样而已 是不是 你贪的点跟我贪的点可能不一样 可是我们最基本上 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贪嗔痴啊 我们有五读三读 我们要承认 你才有办法去改善 不然人都是什么 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 我没有问题 我都是好的 每次都人家冤枉了 你没有贪嗔痴的话 人家冤枉你也冤枉不起 知道吗 你们好好想一想 你身上没有贪嗔痴的话 人家冤枉你对你来说的话 耳边疯一样 是你有贪 贪面子 贪执着什么 你有贪的点 懂吗 有些人贪那种 知道吗 就是我可以讲你的坏话 可是你不能讲我的坏话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态里面 所以呢我们的贪的点都不一样 是不是 贪名气啊 有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要共同点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 我们都有共同点 就是我们有贪嗔痴慢疑 我们都有 就是不一样 轻重不一样 可能点不一样 可是最起码我们要承认 我有我们自己的贪嗔痴慢疑 贪睡也是贪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贪吃也是贪啊 贪完也是贪啊 总之我们都有贪嗔痴慢疑 所以呢 我们今天讲的离苦得乐 哦 佛经为什么都常常扯到啊 烦恼无敏执着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真正让我们快乐不起来 都让我们钻到痛苦里面的 就是因为我们有贪嗔痴慢疑 嗯 可是常常我们自己认不清楚 我们自己身上有这些的问题 所以常常不快乐都怪怪罪别人 其实实际上我们不快乐真的真的 你用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怪不知怪罪不了环境知道吗 怪罪不了公司 怪罪不了老板 怪罪不了什么 我们通常都是喜欢去怪罪到周边的人 不会想说 你这个事情让我不快乐 我们都不会想说是我自己心胸狭窄也好啊 或者是思维扭曲也好啊 或者是我很执着计较也好啊 种种种种的原因才会造成我们自己的那个不快乐 不然你当你的那个内心的那些打开的时候 你说不定被人骗也你觉得很开心 中奖了 祝福他 他有本事还骗我 算是他很厉害的 希望对他有帮助就是一种祝福嘛 你了解吗 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心态啊 你不要每件事情 我们不同的想法 不同你的贪嗔痴慢疑的关系 知道吗 我们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的大小 以及那个他的计较的点跟他发挥的点不同的关系 我们自己遇到一件事情的心态转变 这真的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 我们通常都在讲说买东西的话 我们不是讲说货币三件